文书四里 叶云 万诸四里 四云妙首 翻成中国语诗 妙首 又翻成妙吉祥 也翻成妙德 是诸佛之死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想成佛 佛怎么成就的 那么这个地方 你看 没有离开妙 妙首 妙吉祥 妙德 这是诸佛之死 这妙到底妙是个什么 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先手大使 还原惯上四德 第一个就是妙 随意愿妙愿 是自信不弱 在哪里显示呢 在山菜童子 五十三层 把随意愿妙愿 表演的 灵力尽致 真妙愿 能随意愿 能随一切 燃精愿 我们讲 顺今 你今 善愿 我愿 通通 溃 随顺 也沉不然 这就是妙愿 那不妙是什么 不妙就是燃烛 什么叫燃烛 起心 动念就燃烛了 分别执着 是严重的燃烛 无论顺今 你今 善言无语 六根接触 不弃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妙啊 这就妙用啊 用 这个字 意思很广 自用 成就自己的 亲近平等 他受用的 成就他 断悟修衔 专迷为悟 专返成神 这是他 在他 的妙用啊 自他 自他 都妙啊 所以佛心上 讲的妙 妙会 智慧 这就是诸佛之词 放波金鱼 无尽得福 借是文殊私利之恩也 这跟我 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称福 文殊私利之恩 过去 这过去 这过去 那将来呢 当来的 一时期 未神利所致 将来 我们这批修行的人 将来称呼 也是文殊 也是文殊菩萨 为神利所加持的 文殊菩萨 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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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佛菩萨 看作是一个人 来求佛菩萨 有美效 有效 不什么有效 但是你不会开 因为你有情之 你情之破点的时候 你会开 你不知道 文殊菩萨 从哪来的 自信薄弱 我们心有感 它来映画来的 它是自信薄弱的化身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阿弥陀佛从哪来的 阿弥陀佛 是从自信 薄弱 智慧 功德 这所成就的 没有智慧 就没有四十八愿 没有四十八愿 就没有五戒修行 没有五戒修行 就没有极乐世界 佛叔 欣欣舍变 这是真理 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 世间 孝儿 离不开父母 离开父母 他的生命就舍掉了 是有道德上 不能离开智慧 智慧 还得加个字最好 定会 为什么 会从哪里发 从定中发 心定不下来 就没智慧 心要定下来 必须要能识 能放下 什么都能识 没有一样是真的 遍用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自己 就是自己的真心 一切法 是心性 是识别 一切法 不离自信 一切法 就是自己 你能常坐入室观 把这一桩事情 识实 别着急 着急 就错了 为什么 心完全定下来 四十真相 就见到了 着急 这个心 见不到 所以不能着急 所以不能着急 是人 我心有能识